感谢各位同学进入到我们本次审考第13季浙江A的一个考题 那么在本次第13季的考试中呢 数字的数字推理的51到55题由老纯来给大家分享 那么不知道大家在做题的时候保持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那咱们就按照123四几道题 看看能不能再将我们的逻辑进行一次强化 好吧 那我们进入到第一个51题 那面对一个数字推理题目的时候 一般呢我们要有个明确的做题思路逻辑 那么第一件事并不是上来就去做叉和做合 我们要优先考虑去找一下有没有明显的特征 比如说像说大一等于7 我们就可能会考虑多重 对吧 如果有明显的倍数关系呢 我们就可能考虑做商 那么在特征不明显的情况下 我们才容易进入到第二步 熟称叫做非特征 但是一般呢 大家更喜欢怎么样 它叫做用加减法 对吧 加减法要做起来了 那么加减法的话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 我们才进入到第三步 考虑什么呢 考虑低推 所以我们拿到一个数字推理题的时候 第一反应啊 并不是上来这些度加减法 一定要看一眼 它这个速推有没有一个明显的规律 比如这个题拿来 大家就很明显会发现一件什么事 数位比较多 对吧 比如说16 25 311 416 很明显 它是以两位数为基础 越往后位数越多的一种可能 那这种题在做题的时候啊 你看如果我们直接上去做加减法 很明显就不合理 为什么 25和31差的太多了 所以它可能会存在什么样一个特征呢 它就可能会采取机械拆分的过程 就是我们把一个数拆成两个数去看 那么在前面两个数中就很明显了 可以猜成16和25 对吧 那么按照规则 前半部分自成数列 后半部分 是不是单独成数列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两个数列 前两项先单独的给它写出来 写出来 那么前面12 大家觉得下一项更有可能是几 是不是更有可能会是3 而关注第三项的时候 发现是有3的 有3的 那往下落就是11呗 那按照这个原理的话 这是不是可能4 5 再往下的话 是不是可能就是6 然后也说12345 它那个最后问题那个项 它可能首位数就是6 那么基于这个原则 我们可以看答案 结果发现全是6 说明我们的判断准确不准确 按照机械拆分的思维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那么合理之后 重点怎么办 要想判断出哪个是正确答案 是不是就要看第二个数列了 对吧 那你看6511 乍一看感觉没什么规律 但很明显咱们要做多的话 是发现6加5等于11 那再往后是不是5加11等于16 那再往后11加16 是不是等于27 那也意味着啊 我的第三项 是不是等于前两项加和 那对于我括号项的话 它等于什么 是不是就是16加上27 也就是说等于443 那结合答案来看的话 应该是643 所以答案选择 RB选项 那这道题我们在考场中做的时候 怎么快速去识别 对吧 优先抓特征 这道题的特征就是什么 每一项它没有以各位数的形式呈现 它是以多位数形式呈现 对吧 那么多位数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反应 它可能怎么样 哎 它就有可能会考察机械猜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从两位数入手去尝试一下 那这里呢 就是说我们啊 四卷上的51体 51体 那51体结束之后 进入到什么呢 第二道题啊 也就是52体 那52体一拿来 发现很明显都是什么 哎 按照我们的思考逻辑 很明显都是5的倍数 就大家可能在考场中第一反应 这道题不能选B选Q 啊 这个思维合理呢 逻辑上来讲啊 是合理的 但是呢 它更倾向于是属于蒙题 对吧 蒙答案啊 那么现在我们即使把B滑掉之后 还剩ACD啊 所以这题 按照我们的思考逻辑 是不是要想办法去找什么 哎 第一步还是要优先找特征 而这特征找的时候啊 首先看5的倍数把18滑掉了 那ACD我也不知道学哪个呀 那在大家在做的过程中 在哪容易陷入沉思呢 就是这个.5 啊 就是这个.5 你看7.5到5 这个.5怎么没的呢 是吧 那你会发现 无论咱们怎么思考 往里加数值好 其他都在往上升 之后它往下降 虽然正常的思考逻辑 特征不明显 而加减法 在适用环境中 是不是也开始出现了弱势情况 也就是说无法应用 对吧 无法应用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什么 哎 进入到第三步 就是考虑低推 啊 就考虑低推 那么低推的重点 就是怎么把.5去掉 啊 怎么把.5去掉 那低推 你看我要是按一项思考 低推肯定就不合理了 是不是得找前两项 推第三项的规律 那怎么去推呀 比如说7.5写这 那我怎么样 才能把这个.5抹掉 对吧 最终可能要推出第三项 哎 就是10 那推出第三项10的话 我可能要在5这加工啊 那我最起码出个.5吧 我是可以尝试除一个2 那除2的话 他得到的是2.5 就是我们观察 7.5加2.5等于10 啊 等于10 那根据前三项 我们推出规律之后 那他一定是正确答案吗 哎 注意啊 低推呢 一般要满足情况 要两项 或者什么 两项以上的情况 才成立 所以我们可以往后再去实验一组 比如说就是5 10和10 那怎么办 把第二项 是不是除一个2 结果发现5加5等于10 对吧 他1除2等于5 5加5等于10 成立不 哎 看起来成立 那么这里呢 如果同学胆子大 就可以直接来了 但如果你害怕的话 咱们是不是还得继续推一下 对吧 就是10和10 怎么得出15呢 是不是10加10除2 就等于15了 所以最后一下 就是什么呢 哎 10加上15除2 那15除2 尾数一定会出 0.5 所以答案直接选A 走人 结束 那考试做到这 你说老春 把它算出来 17.5 行不行 也是可以的 啊 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题在做的时候啊 很明显通过数列 大家第一反就是啊 这条题的选项 可能就是5的位数 我就把B干掉了 对吧 把48都掉了 合不合理呢 哎 这属于特征的潜在分析 但这种潜在分析 听大家一下 这属于蒙题方法啊 蒙题方法 所以最好的逻辑 还是尽可能的 按照三步走的策略 怎么样 去拿捏它 保护它 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啊 就是52题 不知道这么讲 大家听懂了吗 啊 那么52 咱们结束之后 进入到第三道啊 也就是53题 那么53题 一看分数数列 这道题 咱就不用多想了 对吧 肯定要按照分数特征去处理 那么分数数列 最头疼的方式是什么 哎 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 就是反约分 对吧 反约分 那么在做题过程中啊 大家都能意识到反约分 为什么 因为往往需要 反约分的数字 非常的明确 比如这道题拿来 肯定是动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 是这个样子吧 对吧 那么难就难 在动哪一个啊 动哪一个 那动哪一个 你先别多想 你看哪一个好动 因为在做我们分数数列的时候 要么怎么样 哎 单调它上升啊 也说单调地增 要么单调地减 那根据我们两个啊 无论是分子分模模模观察 是不是都是往上升的 哎 都是往上升的 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把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往上扩大 那这里我如果我们先看三分之一的 我还会发现 三四一十二比十三小 不行 三五一十五 是会恰好介于在十三十八之间 那它就是十五分之五呗 同等倍数变化 那又能说老春 万一是十八呢 那你会发现十八跟后面相同吗 那我们在做题过程中 往往出现相同数据的时候 规律是不是特别难找 比如说上一项那个十和十 对吧 所以一般不推荐啊 不推荐 那这里十五转化完 往二分之一转化成什么呀 最后发现二分之一的空间很大呀 它可以转化成二十分之十 二十二分之十一 对吧 也可能转化成二十四分之十二 空间很大 那就意味着什么 我们要通过前三项 能不能找到对应的规律 好吧 通过前三项 能不能找到对应的规律 那根据我们整理来看 现在分子和分母的前三项 是不是就出现了 那分子找的话 前三项就是三五七 那分母的话就是十三 十五和十八 那现在呢 我们往后的这一个 也就是说二分之一 这个位置是不是到二分之一的转化呀 它就决定了我们该往哪方去看 那怎么去找呢 我们就要借助最后的一个分数 就是十三二七 那看到三五七十三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自数列 对吧 自数列啊 自然而然就添了一个十一 那十一的话下面就是二十二呗 那现在我们重点就是验证分母数列 是否成立 是否成立 那成立的话早一早呗 十三变十五 十五变十八很明显变化幅度不大 是否考虑加减法 那这里你看 十三变十五相当于加了个二 十五变十八相当于加了个三 十八变二十二相当于加了个四 二十二变二十七相当于加个五 那按照正常推理来看 是否加个六 加个六后面就算是三三 那按照上面质数列推广的话 它是否应该就是十七 所以结合答案要找三十三分之十七 答案就选择第四个 揍人 揍人 那这题呢 如果大家走到这条路上啊 那肯定是最快的 对吧 肯定是最快的 那这题第一个难点在那 就在于我是先动三分之一 还是先动二分之一 对吧 那有同学可能说先动二分之一就卡住了啊 所以你要注意一件事 我们在反约分的时候尽量要找这种啊 好处理的分数先去整理 为什么 它很明确能卡在一个范围内 你不会参加迟疑的 不会参加迟疑的啊 这就是第一个啊 老纯能多说的 那么第二个啊 在做题过程中 不知道你们跟我想的一样 你看老纯 三五七 这个位置可能是九 可能是十一 对吧 那如果是九的话 弄到下面不就是十八了吗 虽然在做题过程中发现十八十八 它很容易判定就是错的啊 就是错的 但是我们毕竟有这种想法 在考场中 是不是还是容易出问题的 对吧 还是容易出问题的啊 那如果后面没有给十三的话 你前面想的对不对 老纯给你点个赞 为什么呢 想的比较全面 好吧 想的比较全面 但后面已经给了个十三 那我们就正常的借助十三 进行一个反向思考 好吧 所以啊 再重新说一下 分数数量 第一啊 第一 优先找怎么样 哎 好约分的数字啊 好约分的数字 去进行思考 那么第二 遇到多重情况的话啊 遇到这种 是不是啊 哎 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可能啊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可能 对吧 我们要借助哪 哎 借助后面的分数进行分析 啊 借助后面分数 进行分析啊 进行分析 好吧 那如果没有后面分数 哎 咱们去都去怎么样 再去试一下 那这里相对的就会浪费一点点时间 啊 相对会浪费一点时间 这里就是我们53题 53题 那53结束之后 咱们进入到54 54 54 54一拿了呀 很明显变化幅度 数不时不大 对吧 你从3变负1 多不点啊 1到13 发了13倍 13变49 发现大概4倍左右 4倍左右 当然没到4倍 那我们第一反应 可能就考虑要做伤 做伤 但是一做 发现不对 对吧 不对啊 那不对的话 怎么办 啊 不对的话怎么办 那你不能等啊 同志啊 你在找这个做伤的时候 是不是考虑的就是特征 对吧 考虑特征 那特征已经明显失效了 注意咱们就要考虑加减 就要考虑加减 这块应该是写个2 这个是2 超级的 写个2 那么考虑加减的话 是不是优先考虑做什么法 做这种题 优先考虑做减法 优先考虑做减法 那么1和负3 1减的话是不是4 13和1减是12 49和131减发现是36 然后157减去49的话 7减9 优先几 优先个8 对吧 瑶子 108 那我们在观察4 12 36 108的时候 这种出没出现特征 是不是三倍关系 4乘3等于12 12乘3 36 36乘3 108 所以按照我们这种推断结果来看 157后面跟括号 应该构建联系的数是多少 是不是108乘个3 13得3 3824 两者一家和 拿来 是不是就属于481 481 那么做完这个东西之后 或做完这个数字之后 我们的第一反应 要干什么 去看选项 有没有 那这里很明显有 答案就选A 走人 结束 答案选A 走人 结束 所以就是做题整体逻辑 在我们无法推断一个 数推规律的时候 我们按照这种方式方法 它总能帮我们怎么样 找到答案 那这道题呢 相对简单 就不跟大家多啰嗦了 但是有一点提醒大家 就是说 因为它前面出现了附属 大家如果就是说听的东西比较多的话 往往第一项是负数的话 在面对加减法 有的老师会告诉你优先考虑加法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因为你得把负数消掉 是不是 所以优先考虑加法 而这道题为什么没有一开始考虑加法 就是因为负3加1这个负数消掉了 它没掉 对吧 它没有消掉 那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还是要考虑减法 但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一条 好 同志直接做减法 就OK 就OK 好吧 这里就是我们54题 那么54题完事 就用到55题 55题 一拿来 一看这么长创数列 同志们什么特征 相数 是不是大于等于七项 那么相数大于等于七项 考虑什么方法了 脑海中自然就出来了 多重 多重 那么多重在做的一种中 一共两种方式 第一种找机偶数列 对吧 第二种是分组 分组 所以我们拿来呢 先用常考的模式 找机数列和偶数列 机数列偶数列 那么先拿来的话 机数列是31 对吧 25 19 后面跟个括号 那偶数列就是9 16 25 后面跟了个括号 对吧 那我们在观察两个数列的时候 用不用说 必须都做出来呢 同志们呢 无论是分为机数列 偶数列 我们只要能选出答案 就是对的数列 所以这里呢 如果你先从上面思考 你会发现 31 25 19 一次在干什么 一次在出现 减6的情况 是不是 所以19 减6 发现推出答案是13 答案 关注选项 选C 行不行 行 啊 行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一个选项 带13 啊 带13 你像我们做第一个 速推的时候 是不是首相是6 就发现排除不了答案 对吧 那像考试到这种情况 同志们直接选就OK了 啊 直接选就OK了 但是呢 有同学没有从机数列入手 你看老纯 这偶数列一看就很轻松 为什么呢 因为是平方数列呀 9不就是3的平方吗 16不就是4的平方吗 25不就是5的平方吗 所以括号中应该是6的平方 所谓是36 啊 所谓是36 那我依旧是选C 可不可以 统治 完全可以 啊 完全可以 所以借助第五个题 能跟大家多说一点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做题过程中 遇到这种多重数列啊 或者遇到那种分数数列 他们是不是很容易猜成了两个早规律 啊 两个早规律 那如果你找准其中一个规律的话 啊 找准其中一个规律的话 结合选项还只有唯一选项 统治第二个规律 又没有再去推了 哎 咱们就不用去推 直接选就可以了 好吧 啊 那这里呢 就是我们数字啊 数字推理部分的51到55题 那么感谢各位同学啊 的聆听 那么希望老春讲这些东西 能对你采取一定的帮助 啊 那么咱们有缘会在未来的课程中 再次相见 好 感谢各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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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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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